噗通,噗通,随着地青的出现,一道道脑袋磕地的声音传来,恐惧,强大的恐惧,弥漫在他们的心头,强者,这就是传闻中,林家大小姐身后,那位大能之人,呵呵,林九幽一脸善善地笑,忍不住伸手,扯了扯自家地青的衣袖,地青心肝啊,让你出来不是让你吓人的,是让你看看,我的兄长, 我的兄长,替我当帝王好不好,我可是很看好他道,瞎说什么大实话,弄得人怪没面子,怪尴尬的,嗨嗨,人间不差啊,地青摩摩打,地青文言,若有四无的,王躺在地上的楚江叶,看了一眼,周深的气势,就算是收敛了一点,可还是恐怖的吓人,毕竟,他的存在,就是那摩高高在上,哪怕,只是一道魂的, 一抹灵力凝聚而成,冰冻三日,非一日之寒,气势,也不是一天养成的,你心所向,便是本作之意,举重若青的声音,从虚空而来,地青的身影,挺拔如松,副手而立,本作心向,便是天意,位区区久悠大陆生灵,改一行帝王疏码,虽然, 有点麻烦,可是,即是这女人所愿,眼在黑色锦衣之下,宛如透明的手抬起,地青无奈地叹息了一声,这个女人,好像对他这个义凶很好,灵九幽闻言,当即捧星,星星眼,他家地青,好帅,这话说的,让人好羞涩啊,不行,心跳得有点快, 这是咋了,肯定是甩锅成功,激动的了,灵九幽摇了摇头,甩去星头的躁动,告诉自己,这压的是地青,是地青,普天之下,罪不能动心的存在,能得本作亲自受命,是你的无上荣耀,凡尘的帝王,刀刻的唇风微动,一字一字,从地青嘴里发出,彭腐带着无尽的神力一般,冲天而起, 在天际形成一行小字,金光影线,转瞬消失,而他抬起的指尖,黑色的藤龙气息,转化为刺目的明黄,转瞬,霉入了楚江叶的眉心,如此,带着他魂魄重聚,离开这九幽大陆之时,这个女人心向的一胸,也当可保全了,完工了,灵九幽闸,动着双眼,看了看地青,傅又看了看躺在地上的大哥, 娜娜的道,嗯,地青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声,转身,就想返回顶内,你,你,而就在此时,隔壁的房间门打开,老国躬陵镇国的身影,虚弱的以门而立,老脸惊慌地看着出现在自家孙女身侧的修长身影, 这生意,你是谁,那是他,被囚皇宫密室,在密室外,和他的宝贝孙女,窃窃私语的男人 爷爷,灵九幽看到老国躬出来,娇艳的小脸上,闪过一抹激动之色,连忙跑了过去,唯有地青,醋梅站在当下,他的存在,已经不是秘密,是秘密的,是他的身份, 九儿,他是谁,这个男人是谁,怎么整日里和你在一起,你呀,年纪轻轻,不安适适,可莫要被人给骗了,是外面的男人啊 话听三分,灵九幽的脸色顿时就变了,惊悚地抬手,也顾不得李树傻傻傻的了,直接捂住了老国公的嘴巴,爷呀,谨言慎行啊,我的眼,灵九幽泪奔,这外面的男人咋了, 坏着呢,嫩敢说地青坏一个世事,就冲地青这坏脾气,能分分钟坏,给嫩看嫩性不幸,九儿,被捂住嘴巴,老国公虚弱的脸上,满是焦急之色,支支吾吾的开口,他可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宝贝孙女,被什么来历不明的男人给骗走了,爷爷,你也不看看,你家孙女有脊梁肉,直当的人家骗吗, 零九幽一脸汗颜的道,人是谁,人是地青啊,地青骗人,那这人是有多大的能耐多大的面子啊,这一看就是青眼,太瞧得起他了,只不过,零九幽这个,人家,说得浑然不绝,可是,地青的脸色,却当集沉了下来,凉嗖嗖的低气压弥漫, 就连零九幽都忍不住地打了个寒颤,一脸莫名其妙,咋了,这又是咋了,他爷爷冒犯的话,都被他给堵了,这也能惹到这位主,人家,嗯,这话,很是境外,地青觉得,莫名的刺耳,啊, 呃,零九幽一双凤眸无辜的眨呀眨,看了看地青,又看了看自家爷爷,无嘴的手,忍不住地放了下来,那那的道,其实也不是人家,他是,住在我,心里的男人,本来想说锅里的,可是一想到母顶的存在,算得上是他最大的秘密了,零九幽还是忍住了,零九幽这话出口,地青的脸色,顿时好了许多,雨过天晴, 风和日丽,而在场之人,却是一个个惊悚地瞪大了眸子,住在,林大小姐心里的男人,这话说的,可就很玄妙了呀,林老国公瞪眼,抬着一只手,指了指自家宝贝孙女,又指了指,那半透明的男人,活脱脱的一副自家好白菜,被诸拱了的表情,而林家军,则是悚然,一脸不敢置信,这位大能,竟然是, 他们主公大小姐的,心上人,乔助,还蛮登对的,只是,不知到底是什么来历,你,你们,你到底是谁,姓甚名谁,年龄极许,可曾婚配,家中还有何人,老国公到底是个宠爱孙女的人,亲耳听到宝贝孙女说出这话,就算是再不甘心,可还是要把人的来路给打听清楚, 林九幽文言,表情顿时就变得很微妙了,这一拉六问题问的,咋嫩诡异呢,自家爷爷,该不会是误会什么了吧,傲娇如帝亲,肯定不会鸟自家爷爷的呀,这魔想着,林九幽也就放心了,然而,以地位性,明清,自欲天,年龄未曾细数,未曾婚配,家中唯有母尊, 飘渺的声音,庞弗来自虚空,鱼音鸟鸟,威严庄重,听到这话,老国公的脸色,顿时就缓了下来,虽然那一句年龄未曾细数说的,有点含糊其词,可是其余的,倒是言之凿凿的样子,上看下看,左看右看,颇有一副老岳父看女婿的架势,而林九幽,一脸比被雷劈更惊悚的表情,抽了,抽了, 他家地青抽了,地青,你知道我爷爷什么意思吗?你就接话,从自家爷爷身边,逮吧逮吧地跑到了地青身边,林九幽扯了,扯地青的衣袖,压低了声音开口道,嗯,地青垂眸,露出黄金面具的半边脸上,满是不解之色,直言不讳,不知道,心情好,林九幽明艳的小脸,顿时就万念俱灰了, 他就知道,地青不知道,可是,压得你这心情好的,也太任性了啊呀,他爷爷抽风也就罢了,任性的地青也跟着抽风,这可咋整,小姑娘家家的,拉着一个男人的衣袖,窃窃私语,像个什么样子,老国公虎住一张脸,看着自家孙女,沉声警告,然后,脸色一变,对着地青招了招手,虚弱的脸上,笑得那叫一个和蔼, 你叫地青是吧,来,跟我进来,咱们来唠唠嗑,林九幽闻言,小脸顿时就扭曲了,地青心肝啊,别吊他,唠嗑,他爷和地青,这画风不对,完全不伦不类啊,他们唠得哪门子的嗑呀,本作,男的心情好,地青垂眸,即被那一句,住在他心里的男人取悦之后,再次被林九幽这纠结的小表情取悦,抬脚, 就往老国公走了过去,你,被甩下的林九幽身着手,顿时就在风中凌乱了,心情好,地青,你难得出来放风,出来就这魔抽,真的好吗,眼瞧着自家爷爷,拉着地青,哥俩好得进了房间,哐当一声,就把房间门给关上了,林九幽虎区跟着那关门声颤了颤, 然后回眸,就对着一院子呆若木鸡的人低吼,看什么看,看到了什么,也都给老子烂肚子里,敢对外说出一个字,老子送你们何家找颜王唠嗑,还不带着你们的新帝王,给老子滚,唠嗑,这个词简直,就是梦魇啊,撵走了所有人,林九幽顿时,就化身壁虎,贴到自家爷爷房门上去了,唠啥呀,他爷和地青,有啥好唠的, 逗呢吗,这不是,主公,林傲妇女,朱雀看着如此坐胎的自家大小间,迟疑地上前提醒,大公子抓到了林傲妇女,如今还在外面绑着呢,没看到,我忙着呢吗,看管好了,我等会儿再处理,某壁虎横不得把耳朵都伸进房间里,哪里有时间里会那些糟心事儿,朱雀,他其实还想提醒主公一句,您这造型,很不雅观,一身请衣, 贴在门上听闭脚,还听得这模里直气壮,真的好吗,主公,老国公不吃人,吃不了你男人,你就放一百二十个星吧,我爷爷,他是不吃人,可是,保不住抽风的地青,吃人不吃人啊,某壁虎久闻言,顿时就累迁行了,越想越有那种可能,只能扯着嗓子对着门内喊道,地青心肝啊,你可悠着点儿, 我就这磨一个爷,抽没了,那就真磨了,哭瞎,这都什么事儿啊,他和地青,哪儿跟哪儿啊,他爷就这样剃头挑子,一头热,把人家拉进去唠嗑了,关键,施压得还敢上帝清心情好,这可真是, 让人好着急啊,碰,过了好一会儿,房间内传来一声巨响,某壁虎久的身形一顿,才想推门而入,门就从内打开,直接将某壁虎开,到了地上,地青,着急忙慌地从地上爬了起来,灵九幽惊呼一声,赶忙往房间里看去,房间内,他也倒在床榻上,虽然,倒的姿势很是草率,可是, 那胸口的起伏,灵九幽,还是看得真真的,还活着,没有抽眉了,这就好,这就好,拍着心口,灵九幽踢住的那颗小心杆,总算是放回了肚子里,然后,转眸看向一脸凝重的地青,凤眸顿时就眨呀眨了,地青,我爷爷跟你唠了什么,地青文言,垂眸,邪腻了灵九幽一眼,世上,竟然有, 如此恐怖的人类,话唠得让人头痛,恨不得打晕了事儿,事实上,地青也真的打晕了,啊,灵九幽文言,嘴角顿时就抽了,一脸惊疑不定地往房间内看了一眼,灵九幽的眸底,顿时就滔滔江水了,爷呀,那厉害,能让他家地青说出,恐怖,二字,圆满了宁娜, 我的爷,我爷他,到底做了什么,娇映无双的小脸上,满是震惊,灵九幽分外纠结地开口道,他是这世上,胆敢亵渎本座,对本座上下起手的第二人,地青文言,美好气地开口,这第一人,不做他想,正是灵九幽无疑,啊,灵九幽眼中的仰慕, 顿时就高山仰止了,他的眼,竟然对地青上下起手,Oh my God,他爷还活着,没有被抽没了,诚然是个稀奇事,不过,他对本座住你造反一事,好像很是感激,所以,送了本座一块传家玉佩,说是,将你须与本座未飞,地青金银半透明的手中,拎着一块玉佩,缓缓抬起,嘴角微眠, 零九幽闻言,嘴角顿时就抽了,凤某也跟着邓元了,这玉佩上,那明晃晃的,九幽,二字,简直不要太明显阿伟,爷呀,嫩是亲爷吗,不带嫩这样卖孙女的呀,拙劣的质地,拙劣的雕工,拙劣的客字,而地青,宛如汪洋的眸底,不屑之色,显而易见,看着那玉佩, 抿着嘴角,沉申开口,你,零九幽闻言,小脸一僵,下一个瞬间,反应过来,就往地青手中的玉佩扑了过去,嫌弃是吧,拙劣是吧,呀的,嫌弃得好,拙劣的妙啊,还给我,我爷他是抽了,他说的话,不做数的,强,明强,爱麻,要命了有木有, 一块玉佩,他爷就把他这宝贝孙女,拱手送给地青了,草率,这特魔的,也太草绿了呀,地青看着身边张牙舞爪的小女人,手微微抬高,一个侧身,这玉佩,很重要,不重要,一点都不重要,零九幽咬牙,这特魔的,算是这时空的定青信物了吧,你说重要不重要,压得不是嫌弃吗,嫌弃你躲个篮子, 你倒是还回来啊,说谎的女人,你是在七本作不安事事吗,玉佩举高高,又是一个侧身,地青垂眸,玩味地开口,张牙舞爪明强的零九幽瞪念,呀的,你本来也不安事事,还用七吗,你想多了,这玉佩,是真的莫杀紧要的,停下了手,零九幽算是发现了, 金根儿,地青心情好,呀的,他一心情好,就赶着不走,打着倒退,竟跟他逆着来,他越抢,这不安事事的祸,就越把这玉佩当回事,更不会还给他了,没石磨紧要,可是你祖父送的郑重其事,千丁万主,像是某种象征,地青挑眉,明显不相信眼前这个小女人, 零九幽,爷呀,嫩郑重其事的石磨劲,千丁万主个什么鬼啊,还有地青,你继续不安事事就好,要不要这么聪明,聪明的让人爪击呀,女人,你祖父以玉佩相赠,将你虚本作为妃,你如此着急的想要抢回去,为何,缥缈的声音,从虚空而来,地青居高临下的,看着眼前阳装不在意的小女人,你可知道, 能进本作身侧,是多少女人,梦寐以求之事,更遑论是做本作的妃,做本作的妃,不好吗,不好吗,好吗,好你的大头鬼啊,老子到现在连你是哪根葱都不知道好不好,地青,我连帝王都不做,我,九五帝王为他都甩了,他是傻了,才去当什么妃子好不好,拒绝要委婉,虽然他觉得,地青还在持续抽风中, 说的话也当不得真的,本作的妃,屁腻诸天,岂是区区凡尘帝王,可比,地青冷痴,一脸不屑地开口,地青,零九幽符额,咱能不纠结魏妃的事儿了吗,这特魔的,扯得有点远啊,吞了吞口水,零九幽鼓起勇气,再次开口,地青, 咱换个话题,你这么的玉树临风,风华倜傥,高端大气上档次,你再看看这破烂玉佩,拙劣的不能再拙了,这和你的气质,你的身份,实在是太不搭调了,所以,呀的,那能把这拙劣的玉佩,还给咱吗,这玉佩,和本作不搭调,难道和你,就搭调了, 地青垂眸,看着手中的玉佩,问得漫不经心,那是必须必须的笔啊,地青心肝你瞧瞧,我这么的低调奢华有内涵,配上这接地气的玉佩,那是刚刚好,恰恰好,胸脯一拍,零九幽回的理直气壮,地青垂眸,邪腻了眼前的小女人一眼,嘴角微勾,悠悠地再次开口,可是,本作也想低调奢华有内涵,噗, 零九幽一口老血,差点喷出来,直接抓着门框,就欲哭无泪了,地青,你说,你要怎样,才肯将玉佩还给我,不还,虽然本作不安这玉佩意味,但是,本作瞧着,这玉佩,能让你如此着急,定然是你的软肋,地青文言,下巴微抬,屁腻地看着零九幽,挑眉道,手握你的软肋,本作倒要看看, 你还敢在本作面前肆无忌惮,零九幽闻言,顿时就如遭雷劈,直接挠墙了,软肋,地青,我顶你的心肝肺熬,你特磨的不安事事,还能这磨歪打正着,你这到底是真不安事事,还是假不安事事啊,零九幽抓住门框化圈圈,真的,一定是真的,地青一定是真的不安事事, 否则的话,才不会这磨抽,而就在零九幽挠强化圈的空荡,地青已然意然地转身,往一旁的房间走去,手里,还拎着那块玉佩,倘若,非是你,本作,勉强可将就,清冷的话语,飘渺其音,地青垂眸,看了一眼手中的玉佩,她是不安凡陈俗事,可是,却不是傻, 老国公言之凿凿地叮嘱,游在尔侧,将这个小女人许给了她,虽然唠叨地让人烦,可是,她却不厌其烦地听了进去,她讨厌女人,深恶痛绝,她一直以为,无尽岁月,苍茫年轮,自己大抵要如此下去,她的非尊之位,为高九虫,辟逆诛天,原本应该一直空缺,零九幽闻言,顿时就呆若木鸡了, 什么叫,倘若非是她,勉强可将就,这话说的,咋这么让人来气呢,勉强,将就,地青你胡说八道个什么鬼,老子如此高贵冷艳,还特磨得,配不上你咋地,醒过神来的零九幽,顿时就原地爆炸了,指着地青的背影,怒气燎原的大吼,呀的,你帅你了不起,你也不能把人踩到尘埃里啊,现在的你, 确实配不上,地青回眸,黄金面具璀璨,不过,本座亲自来养,来日可期,养,你养我,你逗呢,零九幽闻言,当即跺脚,地青,压得你搞搞清楚,分明是我养你,你做我的锅,泡我的灵犬,还要奴役我为你东奔西走,你好意思说,是你养我,爱马,做人咋嫩不自觉呢? 到底谁养谁啊,这是,咦?不对,你说,谁确实配不上你呢? 姓地的,你别走,你把话说清楚,对于零九幽的跳脚,地青至若网闻,镜子往房间内走去,看着那修长的背影,反应过来的零九幽当急冲了过去,一把抓住了地青的衣袖,气呼呼地道, 姓地的,你往哪里走?你还病住呢?就想撬家,还不给老子回锅,神魂之伤还没好利索,脸色悬白着呢?乱走个什么劲儿? 任性也不是这模任性的啊,这时候,也顾不得什么配得上配不上得了,拦住抽风任性的地青才是紧要的,外面的事件,其实挺有趣,垂眸? 看了一眼,抓着自己衣袖的手,地青眸光危暗,有趣也不行,你只是一缕魂,可经不起这模折腾,给我回锅,麻溜达,零九幽瞪眼,娇艳无双的小脸,神色出奇的凝重,生生断骨之痛,神魂之伤,她不会由着地青这模任性的,只是,就连零九幽自己,都没有察觉她的紧张罢了,外面,地青醋眉, 一副不愿回母顶的样子,外面干你鸟事儿,你可是高高在上的地青,心肝啊,你给我回锅,回锅好好养伤去,养好了你再出来抄,生拉,硬拽,总算是把地青给塞回了锅里,而零九幽却站在当下,失魂落魄了,玩犊子了,忘了把玉佩顺回来,拍大腿,低吼,仅想着不能让地青在外面浪, 竟忘记玉佩那茬子事儿了,那刻着她名字的玉佩偶,想想都服额,头疼,主公,从地青出来,就全服在地上连头都不敢抬得住去,在地青的身影消失后,才颤颤巍巍地爬起来,靠近了点,抹着脑门上的虚汗, 静怡不定地看着自家主公大小姐,你和姑爷没事吧,隐隐约约,她好像听到大小姐和姑爷吵了一架,吵完架,还这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姑爷,地青,零九幽文言,顿时就僵硬回眸了,呀的,你喊谁姑爷呢,地青那样的存在,是能和,姑爷,这样的词儿画上等号的吗? 这泥马,完全不登对有没有 那,未来古爷,朱雀文言,缩了缩脖子,暗戳戳地加了两个字 你,零九幽语夜,此人,本座瞧着甚好,地青的声音,从心底悠悠地传来 呀的,你给老子闭嘴,握拳,低吼,甚好,甚好你个毛啊 亏得他还以为,地青不安事事 不安事事,他就呵呵了 地青,你个大尾巴郎 零九幽,咬牙切齿地低吼,弄得朱雀一脸莫名其妙 腹黑,太腹黑了,比他都黑 地青那斯,就是个大尾巴郎 竟然跟他玩心机,算计他有目有 他就说以地青,清冷孤傲的性子 怎么会顶着一缕灵力凝成的半透明身子,在外面逛游 说什么有趣,全是扯犊子 他根本就是知道自己紧张他的神魂之伤 所以才故意转移话题 现在好了,纳斯带着玉佩回锅了 这是一坨黑心的回锅肉 妥妥的 朱雀 我觉得,你是这两天胃口好 皮有点松弛 需要紧致紧致了 好翘 却还要保持微笑 主公 朱雀悚然后退 他做错了什么 他分明很无辜啊 哼 冷哼了一声 零九幽转身进了爷爷房间 把倒得很是草率的老人家给捣翅好 确定地青那个大尾巴郎下手很仁慈 他也无大碍 零九幽这才一脸气呼呼地转身 朱雀见此 连忙跟了上去 主公 你和孤雁 一个眼刀子 凉嗖嗖地飙了过来 朱雀立刻改口 你和未来孤雁 没事吧 碰 下一个瞬间 一个巴掌就护在了朱雀的脑门上 打得朱雀二连猛圈 哎呦我这个暴脾气 我还是先给你紧致紧致 再去紧致林奥妇女吧 零九幽说着 那就是一顿老拳 外加脚踢 好气 好翘 尤其是听到那声孤眼 就更气了 好一阵拳脚相加之后 朱雀整个人确实紧致了许多 没办法 鼻青脸肿绷着皮 想不紧致都难 疼得呲牙咧嘴地 跟在自家主公大小姐身后 朱雀一脸忧怨 跟被家暴的小媳妇似的 欲言又止 谦怒 他家主公大小姐 这是明晃晃的谦怒 不就是和未来姑爷吵了一家 至于这魔谦怒 他一个文弱手下吗 太欺负人了 不过好在 他家主公大小姐 这就要去谦怒林奥妇女了 就在朱雀心底 幸灾乐祸之时 行走在前的零九幽 却突然回眸 意味深长的 王老骨公所在的房间 看了一眼 朱雀 去把金爷爷找来 爷爷 孙女怕是不能 如你所愿了 啊 遵命 朱雀愣了愣 反应过来 连忙应命 只是 不知道主公大小姐 找他们师父来干师母 林奥妇女 现在已经是阶下囚 处理他们 自家主公亲自出马 已经绰绰有余 还用得着他们师父吗 国公府的地下牢房 幽暗的牢房之中 被绑成粽子的林奥 和林峰华妇女俩 看到意义然走来的林九幽 两人的双眼 顿时充血 林九幽 你个贱人 放了我们 你放了我们 劈头散发 狼狈不堪的林峰华 歇斯底里的大吼 林九幽 要杀要寡 给我们个痛快 你谢谢皇宫 肃清扶摇成 下手不是很拉得紧吗 现在将我们关在这里 到底意义何味 林奥老脸争鸣 通红的双眼盯着林九幽 死吼出声 毅然在手下 搬来的太师以上坐下 一只腿撩起 单臂之息 拖着下巴 林九幽居高临下的 看着两人 嘴角微勾 意义何味 你喂鱼肉 我喂刀族 我意义何味 还用跟你们打招呼吗 林九幽 你个骗子 你骗尽了天下人 你根本不是废材草包 你是鬼一罗杀 你神兵在握 你个欺世道明的骗子 看着眼前肆意绝美的女人 林峰华的脸上 争鸣非常 为师母会这样 明明 高高在上的 应该是她 应该是她林峰华 可是 魏师母 她成了阶下囚 而林九幽这个贱人 却傲视独立 魏师母 凭什么 林峰华 我没有骗任何人 你如今的下场 都是你旧游自取 若非是你 我不会是现在的我 是你 亲手抹杀了 将你示弱亲妹的林九幽 林九幽文言 脸上一领 袖手一挥 沉申开口道 若非林峰华 罔顾人伦 杀死了原本的林九幽 她又怎会 在这具身体上重生 因果轮回 报应不爽 今日 她就要让这现世宝 降临在这对泯灭天良的妇女身上 起身 缓缓从太师以上站起 林九幽一身煞气弥漫 凤眸犀利 冷光连闪 你们不敢 你们愤慨 你们机关算尽 你们强取豪夺 你们罔顾人伦 一切 皆是源于你们的身份 林国公府的嫡肠子 林国公府的二小姐 今日 我就告诉你们 林奥 你没有资格 和我父王抢 林峰华 你也没有资格 和我争 你 林奥看着逼近的林九幽 老眼中闪过一抹慌乱之色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呵呵 胡说八道 林奥 我将你们一脉逐出林家 并非偶然 林九幽文言冷吃了一声 居高临下地屁腻着两人 沉声继续道 你们该死 可是 就算是死 我也不会让你们顶着我林家的名头去死 林家赋予你们的身份 资格和荣光 今日 我要尽数收回 不 林九幽 你胡说八道 你信口雌黄 我是林国公府的嫡肠子 嫡肠子 林青阳的东西 本来就该是我的 林家军本来就该是我的 林奥文言 彻底的发狂了 你休想颠倒是非 我只是想取回原本属于我的东西 我有什么错 我没有错 我没有错 你没有 是 你是没有 你没有那个资格 林九幽文言 当即开口 父王 他到底在说什么 他什么意思 林风华惊疑不定地回神 惊恐地看向林奥 浑身颤抖地开口道 父王 我是林国公府的二小姐 扶摇成的真正的名流权贵 对不对 他是胡说八道的对不对 对 他就是在胡说八道 他想为她的是亲之举找借口 他一定是在胡说的 胡说的 林奥文言 连忙点头 劳连笃定地道 我是林国公府的嫡肠子 嫡肠子 屁腻地看着脚下自圆其说的妇女 林九幽比一地摇了摇头 可是 就在林九幽想要开口之时 金陈金长老着急忙慌地赶了过来 扑通一声 就跪在了地上 大小剑 金爷爷 看着如此作态的金长老 林九幽皱眉 大小剑 不要再说了 老国公身陷灵伦之时 都未曾道出事实 极致此时 也未曾言明 他的心意 你很明白不是吗 金长老抬头 眼中满是祈求之色 大小剑 不管你是如何知道此事的 他都是老国公一手带大的孩子 老国公待他如此 如此 却不是子 林九幽的凤眸微眯 闪过一抹冷光 爷爷想要留下他们的心思 我自然是知道的 林九幽骄映无双的小脸上 满是冷血无情之色 瞄了一眼金长老 傅又看了一眼呆若目击的林傲妇女 陈生继续道 可是 爷爷大度能容天下士 而我却是个 眼里容不得沙子的人 大小剑 金长老闻言 老脸上露出为难之色 金臣 金臣你来得好 你告诉我 他是在胡说对不对 对不对 我是林国公府的嫡肠子对不对 林奥连滚带爬的往金臣而去 一脸猙獰的低吼 大老爷 金长老咬唇 林奥 他们想保你 不愿道出真相 那就由我来说 林国公府的子嗣 唯有我父王林青阳 至于你林奥 红袖一挥 赫然回眸的林九幽 眼中一片寒光 你并非林家之子 却霸占了林家嫡肠子的身份数十年 如今 是到了归还的时候了 不 你胡说 我是林振国的嫡肠子 嫡肠子 你在胡说 你在胡说 林奥文言 扑通一声 就坐在了地上 失神的呢喃 不是爹 不是这样的 父王是林家嫡肠子 我是林国公府的二小姐 不是你说的那样的 不是你说的那样的 林峰华双眼无神的摇头 拒绝接受这样的现实 金臣 你告诉我 他都是胡说的 我是林家子 我是 我真我强 都是理所应当的 你告诉我 告诉我呀 林奥再次起身 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拼命摇晃 而金长老 却是看着他 目光怜悯无奈的摇头 林奥见此 当即目光呆滞 摇头 金臣摇头了 林九幽说的 都是真的 是真的 他不是林家之子 那他是谁 他不是林家之子 那他之前所做的种种 他以为的理所当然 就都成了笑话 数十年前 三国合围 林家军被困九郎山 四面楚歌 危在旦夕 副将沈渊 林威请命 带兵以命突围 那一战 林家军痛失副将统领 那一夜 沈渊的鲜血 染红了九郎山的满月 说着 林九幽转身 看向呆滞的林奥 沈生继续 沈渊战死的消息 传至故土 他的发漆引火焚身驯敷而去 徒流尚在强宝的遗孤 消息传至我祖父耳中 祖父自责不已 悲痛交加 毅然决然地将你接回家中 彼时 我祖母怀胎三月 为了你 我的父王 尚在母父之时 就让出了嫡肠子的身份 出生之后 更是从未过一次真正的生辰 林奥 你原本 不该姓林 你姓沈 你的亲生父亲 为了林家军 流尽了他身上的最后一滴血 而你 却将林家军推至风口浪尖 让林家军的一世忠名 毁于一旦 林奥文言 疯狂地摇头 眼中 满是不敢置信之色 而林九幽 却是一把抓住了林奥胸口的衣衫 将他拽了起来 目光犀利如刀 沉声继续 林奥 你的身世 祖父和金爷爷 他们守口如瓶 若非偶然之机 被父王亏的 我也不会知道 得知你的身世 我父王去求祖父 要把林家军的掌军之权让给你 你知道祖父是怎么说的吗 林奥摇头 老脸之上 已然泪眼婆娑 我祖父说 林家军征战疆场 看似风光无限 可是却日日欲血 转眼生死 若是 真的要死的话 那就让我父王死好了 他要保住沈渊最后的血脉 不 不 不是这样的 不是爹 林奥摇头 眼中的泪水流得更凶 你资质平平 不堪大用 祖父怒你不争 却还是将林家的吟声大权交于你手 你修为不济 心有欲结 祖父不顾林家 不顾亲子 和金爷爷一起 貌似传你半身修为 祖父满心的希望 你能当一个太平后 荣华锦秀 余生康太 可是 林奥 你到底做了什么 说着 林九幽一把将手中的林奥 甩在了地上 立声道 林奥 我林家亏欠沈渊的 数十年的养育之恩 也算是还清了 而今 你的所作所为 已耗尽了你父亲 以命为你 换来的荣光 尾顿在地的林奥 现在能做的 只有痛哭流涕的摇头 他的世界 他的人生 他曾经的自以为是 在这一刻 分崩离析 瞬间倾覆 他做了什么 他到底做了什么 他又有什么资格 这么做 沈奥 沈渊的血脉 我终究无法原谅你 所做的一切 断龙台上 你的身世 将被公之于众 沈渊的一世英明 也将毁于 你这个不孝子之手 说着 林九幽 红袖一挥 赫然转身 优优独播剧场